今年60岁的那人齐齐格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素北蒙古族服侍的传承人 自小跟随奶奶做传统蒙古族服侍的她已经是第四代传承人了 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南北两侧的素北县是甘肃省国土面积最大 也是唯一以蒙古族为居居区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素北蒙古族服侍又被称为雪山蒙古族服侍 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日那人齐齐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随着社会的发展 当地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传统服饰 有了一种反普贵真的感觉 尤其是年轻人 对此他大胆提出创新改革 将传统的长袍服饰做得短一些 尝试着从款式、面料、色彩、装饰图案、穿着方式 以及服装配饰等方面融入时代元素 不仅方便穿戴 更使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我们苏比传统服饰 三四百年就穿着下来的这一种服饰 我们这个传统服饰的基础上 还有这个创新 所谓短一点 所谓那个和声一点 还有个中长的、短的 各式各样的我们就是这个创新 现在的年轻人 反正就是他们上班 干活的时候反正就是穿得多一下 这个和结婚和节日上他们和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我们的这个最传统最传统的服饰 那人齐齐格说 雪山蒙古族服饰是素北蒙古族民众在长期游牧生活和实践生产中不断传承和发展而成的 具有鲜明的防寒保暖和便于骑射的特点 定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多了 但是会做衣服的人却越来越少 最忙的时候 他和妹妹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几乎一整天都待在房子里绣衣服 一件衣服最快需要半年手工缝制 复杂的款式则需要两年才能完工 他们的特色就是我们高汉地区的特色 都这个调皮边 还有这个夏天的衣服冬天的衣服都有调皮边 这个服饰看起来就是简单 做起来难 我们的这个服饰 有的服饰就是一个人一年绣不出来 我们这个是以绣花为主的 这下个条就是全是手工绣的 两件头这个我们最起码的小养眼 近年来 为传承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 当地官方还举办各类刺绣 服饰缝绵培训班 当地民众为逢周三穿着民族服饰上班上学 让穿着蒙古袍成为新时尚